我记得我进去 头两三天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自己还很开心 开心到夜睡 到醒了之后 我就问警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警察他很好 一直跟我讲我的剧情 你那天就这样这样 我说不是的 然后警察又去那里帮我录口供 警察其实是告诉我我做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做过什么 接着我再给他们录完口供回到仓 我第一个感觉我自己在这里哭 我在这里流眼泪 为什么我会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我会弄成这样 我爸爸他有没有事 死了 那怎么办 我怎么可以拿着把刀追爸爸砍 为什么这么误异 在那段时间很痛苦 日夜我都不停地流眼泪 不停地哭 再加上因为你去小难呈教所 是一些疯瘩的犯人才会锁进去的 他们通常对待一些疯瘩的犯人 就会帮你打一些猛针 打完之后就更加失智了理智 经常打側头 手似低能地流眼泪 脑子只想起那一幕 想起那一幕我就在这里哭 一直在这里哭 过了那段时间 他终于证实我不是疯瘩 就去了荔枝角呈教所 在那里开始 他已经精神了一点了 开始一路反省 自己为什么要是这样呢 然后到上堂 上堂的时候 其实他控告我很多罪 很多条罪 入屋行劫 伤行十七 加上那些罪 我应该坐十年牢 但我想过要认 我不反抗 第一堂我立刻认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认罪 是要传我爸爸妈妈上堂 去指正我 我已经这么坏 拿把刀追着爸爸斩 要他已经这样 难道还要他上堂 指着个儿子 是呀 是这个臭小子斩我 那一刻我清醒 我已经做不出了 幸好法庭 因为不知为什么法官 都给了一次机会 因为有很多人支持 终于扔了我进去福音介读中心 其实我打算律政署 会上诉阻我回去的 这么大件事 怎么办 但真的很感恩 到今天他还没找我 如果他今天找我 你帮我一下 我已经做回好人了 咱们